号称Web3的任天堂 红杉资本和Animoca领头700万美元 以太坊上第一个跨IP的Play2R MOBA练游 它到底是赚钱的机会还是锋利的镰刀 嗨 我是Liver 欢迎来到Meda大玩家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项目是Galaxy Fight Club 我认为它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 可以将其他NFT集合到游戏中 有点类似于区块链领域的漫威宇宙 在这个游戏中你可以看到拿着AK47的无聊猿 和拿着香蕉当武器的Cyber Cons 在同一场游戏中战斗 当然还包括Illuvium的Little Island 和Dead Heads小骷髅等等 怎么样是不是蛮有意思的 今天我将从Galaxy Fight Club的游戏玩法 玩赚机制 项目营销三个方面 为大家分析它能为各位赚到多少钱 GFC目前处于公测阶段 你可以直接在Google Play和Apple Store下载开玩 即使你没有NFT也可以在游戏中实现玩赚 进入游戏后只要是GFC合作的NFT项目 无论是头像还是武器都可以直接用来参与到游戏中 但如果你没有NFT也无所谓 系统会自动分配一个基础属性的角色和武器 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参与游戏后获得的战利品和奖励不同 这一点我在后面的玩赚机制中会讲到 在屏幕的左下角选择你想操控的角色和武器 然后三种不同的游戏模式中选择自己喜欢的模式参与 其中参与3v3团战可以获得宝箱钥匙等奖励 而参与锦标赛则有概率赚取到稀有NFT 通过左边屏幕的滑轮你可以控制角色的走位 右边的屏幕则可以释放技能 跟王者 路亚路这些手游的操作方法基本一致 G-Coin代币作为游戏内货币 支撑着整个Galaxy Fight Club的经济 无论你是要锻造或者升级自己的武器 打开战利品宝箱 或者提升自己角色NFT的等级 都需要用到G-Coin代币 截至9月13日 G-Coin币价为0.079美元 你可以直接在货币 Gate 抹茶等平台上进行购买 根据白皮书中的代币分配图可以看到 G-Coin总供应量1.5亿枚 其中40%的代币用于游戏打进 算是正常的比例 而且目前市面上流通的代币仅占总量的10% 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 GFC在8月23日宣布正式开放Play2R 使得G-Coin的交易量暴增 从近两个月的不到50万 跃升到约600万 但是价格并没有显著的变化 目前想在游戏中赚钱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购买GFC的NFT赚取被动收益 不同等级的NFT每天可以获得5到15的G-Coin 而且这个收益是固定的 不会随市场变化 各级别的NFT每日收益如图 那我根据OpenSea上各稀有度Fighter计算了一下成本和回本周期 可以看到NFT价格并不便宜 而且如果仅靠被动收益啊 最短的回本周期有两年 显然想靠一次投入躺赚是不可行的 那么怎样才能快速回本呢 这就要说到第二种方式 卖NFT 目前通过赢得游戏 玩家将有几率获得宝箱钥匙碎片 分为黄金和白银 免费玩家和合作NFT玩家仅能打出白银碎片 而持有Genesis一二代的Fighter以及武器的玩家有机会打出黄金钥匙碎片 通过合并碎片去开箱将有几率获得不同等级的武器 近期最便宜的武器成交价在41美元左右 也就是理论上最多8个武器即可回本 当然OpenSea上的武器流动性不高 而且开箱还需要支付200个GCoin 每天要是碎片也会有上限 那这些细节呢 强烈建议各位到官方medium阅读研判 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处 首先我认为GFC的项目团队还是有点实力的 超过50%的团队成员来自游戏行业 而且还有开发过Web3游戏的经验 曾参与开发过AXie Infinity Samurai Showdown Metal Wings等多款游戏 同时项目方还邀请到了拳头前创意总监 和英雄联盟执行制作人托马斯5 以及开发过丧尸围城2 和战争机器等大型游戏的育碧工程师 担任项目的咨询顾问 其次从项目方的投资情况来看 700万美元的种子轮只能说中规中矩 但项目方很聪明 找了红杉资本 Animoca等顶流的投资机构给自己做靠山 还邀请到了Twitch的Canvin Lane 漫威工作室的马特菲尼克 Crunch Road的昆高等著名投资人参与了私募 有了这些机构和投资人的背书 我认为远比那700万美元的融资 带来的价值要高得多 而且他们的营销手段也很有意思 采用UGC模式 只要你在推特上与项目方互动 以及分享项目相关的内容 就可以获得GCoin的代币奖励 这种方式一方面提升用户对于游戏的关注与参与度 另一方面借助广大草根用户的流量 大范围传播自己的项目 是典型的以量取胜的营销思维 综上我对Galaxy Fight Club的综合评分为3.5分 好 这就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我是Levy 我们下期见